再來關注國際疫情 週四 西班牙 意大利 伊朗等國 疫情依然嚴峻 歐洲多國的醫療設備不足 英國成立志願者招募計畫 有50多萬人報名參加 超出預期 西班牙週四新增6673個病例 累計56,188例 瑪德里各醫院不堪重負 在法國醫療慈善機構 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幫助下 在一所醫院外建造野戰醫院 瑪德里累計4000多人死亡 公立殯儀館由於裝備短缺 週二期暫停接收屍體 巡航羅馬號郵輪搭載200多名西班牙人 週三晚抵達巴塞羅那 意大利西班牙兩國達成協議 將因中共病毒而滯留的西班牙公民運送回國 空氣清淨機和吸塵器製造商戴森表示 已收到英國政府1萬台呼吸機的訂單 加緊生產 英國目前累計9529個病例 死亡465人 當局認為如果感染人數激增 現有呼吸機存量恐不夠用 首相約翰遜的發言人表示 英國已與3000多家企業就呼吸機事宜進行談判 英國成立的NHS志願者招募計畫 目前已經有56萬人加入 當局將目標從原來的25萬提高到75萬人 志願者將協助配送食品和藥物 開車載患者看病 以及給隔離者打電話等 伊朗當局週三表示 伊朗恐面臨第二波中共病毒大流行 伊朗通報累計2234人死亡 29406人感染 過去一天內有157人喪生 伊朗當局要求民眾待在家裡 禁止城市間往來 限制令將延續到4月4號 伊朗一直試圖引力疫情 是目前因中共病毒死亡官員最多的國家 第一副總統等30多位政治人物確診 印度尼夏當局正在將離島和體育場 興建臨時醫院 截至目前 印尼確診790例 累計58人死亡 由於低檢測率及高死亡率 感染範圍恐怕更大 新唐人記者李梅 陳海月綜合報導